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股今天成交量只剩下两千三百多亿 相较今年上半年平均六千多亿 明显态度观望 中场价钱指数上涨九十点四三点 收在两万一千八百五十点零八点 收复月线大关 和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四十七点四九亿 周二中秋节台股休息一天 超级央行周本周登场 美国联准会英国与日本央行 都将召开货币决策会议 市场预期 联准会将会实施自2020年来首次降息 但幅度仍不确定 有五成美国股民认为 今年恐怕只会降息两或三码 然而超出预期的八月核心CPI 使得FED这个月可能降息一码 另外英国与日本央行 则是预期按兵不动 美国联准会将在九月十七号 与十八号召开公开利率决策会议 目前叫国泰市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 随着在通膨持续降温加上就业市场出现疲软的迹象下 而这个星期联准会是否会进行2020年来首次降息 幅度多大 有哪些观察重点 而会和部分的金融圈人士呢 是相对忧虑市场波动风险大增 请教您看法 这一次的九月十八号的降息 我想一定是一码起跳了 目前期货市场有在pricing两码降息的一个幅度 那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说 目前的通膨风险相较于过往三个月六个月 其实下降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膨基本上都已经落到2.5%左右了 但是反观我们看就业市场的话 失业率相较于过往 有逐渐在往上的一个状况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供不应求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失业人数跟职缺人数的比重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正在做调整 过往失业人数可能是500万人600万人 那最近这两个月其实已经慢慢走到700万人了 但是工作的值缺数却从两年前的1000万人慢慢的下降到现在已经不到800万人了 已经开始在往750万人在走了 所以劳动市场更进一步的平衡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联准会这一次降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就业市场有进一步走缓的迹象 那目前联邦政策利率在5.5% 那美国目前的联准会预估的这个中性利率水准可能是在2.5到3%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现在利率高于这个中性利率水准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如果觉得没有意外的话 这一次应该是一马起跳 那也不排除联准会可能会降息两马 那这关键来自于取决于说 这一次点证图上面对于未来两年 GDP失业率以及通膨的预估数 跟6月来看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这一次如果没有意外 我自己觉得应该会是一马起跳 那也不排除在这两天的会议上面 有人会提出两马的降息状况 因为货币政策会有一个递延的现象 那可能有些委员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降息太慢的问题 就跟过去两年前在讲升息太慢的状况 所以我想这一次一马跟两马的讨论 应该是重点 那市场上我想最关心的事情 还是点证图跟联邦利率期货 这两个的问题 因为目前以6月来看的话 点证图在讲今年明年跟后年的降息幅度 是一马四马四马 也就是一四四 可是目前利率期货隐含的 今年的降息幅度已经到五马了 那明年也有五马的降息空间 也就是五五零 那这两个这么大的落差 我想这一次的点证图不会像6月这么的保守 应该会进一步的把这个降息的幅度跟降息的力度 大概都会比6月还要来的大 但是是不是会像联邦利率期货这么大 这边就是一个question mark 这值得在这两天的会议上面会去做讨论 如果最后点证图跟这个利率期货 它的gap它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那市场上这个应该会有一番调整 因为代表是说 目前你看到的金融市场的定价 有些过度去反映 那如果他这个联准会这一次的点证图 非常靠近 联邦利率期货的话 那只代表是说联准会的确认为美国的景气 比我们预期中的还要来的差 就是可能已经比这个soft landing 比软着陆力道还要再大一些 好 谢谢首席的分析 再来看到台湾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10月26号将举行一年一度运动会 今年将由新任董事长魏哲嘉 首度扛下主持棒 而根据了解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将出席 这也将是张忠谋退休之后第三度参加运动会 去年他曾经说 在地缘政治下各国都重视国家安全 但台积电是大家都需要的公司 另外前共同营运长蒋尚义退休之后 曾在中兴武汉红星与鸿海担任要职 而这是他首次受邀回台积电的参加运动会 不过蒋尚义对此表示那段期间他仍在国外 无法参与盛会 在金元代工市场复苏之际 三星电子与台积电的市占率仍维持相当大的差距 市场传出三星电子暂缓在南韩平泽P4 金元代工产能的扩充 将专注在快闪记忆体及高频宽记忆体生产 与此同时业界也传出三星在美国德州泰勒工厂的设备投资 也将会再延迟一个季度 好 现在多家企业扩张全球资料中心 推升人工智慧伺服器需求强劲 美国软体巨布甲骨文创办人爱里森 不得不当面向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恳求有更多的GPU晶片 还直接拜托黄仁勋多拿一点钱 面对AI伺服器强劲需求 美国软体巨布甲骨文 创办人不得不向王仁勋恳求 提供更多晶片 甲骨文推出全球首个ZETA Scale级云端运算从集 采用的就是挥达次世代Blackwill平台 提供极高算力 创办人爱里森认为未来几年科技巨布甚至国家将互相争夺 AI技术霸权地位 每家企业或国家预估会耗资1000亿美元来打标 回答黄仁勋近日也强调Blackwill需求相当暢望 回答客户积极抢夺晶片 甲骨文正在设计一座资料中心需要超过1GW的电力 供电来源将如3座销型模组化核能反应炉 甲骨文创办人爱里森表示 公司正寻求新一代核能技术SMR来确保电力供应 新唐人崖的电视赵腾玉整理报道 国内消息来看到金融业配合政府防堵诈骗 行政院长卓龙泰与金管会主委彭金龙等官员 周一到银行业进行视察 国泰市华银行去年拦阻诈骗12.8亿 成效据金融业之冠 并以人工智慧强化侦测反制能力 车手林贵差点领走民众血汗前 好在银行人员察觉有意 警方到场疑问之下金融卡竟然掉满地 瞬间带个震照 模拟车手林贵取款诈骗情境格外逼真 行政院长卓龙泰 金华会主委彭金龙听得认真 还有内政部警政署打诈指挥中心官员都到场 国泰清控去年成立跨部门反诈专折小组 推出风险侦测平台国泰顿 2023年林贵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12.8亿 位居金融业之冠 今年一到六月也成功拦阻诈骗案件超过一千件 拦阻超过八点二亿 反诈将成为我们的DNA 我们整个要把它成为一个防诈的生态系 因为现在歹毒的手法真的是日行月异 打诈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相关科技 包括AI的导入 我们认为是重中之重 我们也鼓励金融机构 能够以联防的方式 诈骗案如今有三大关键字 决凡转账原因与借贷装潢投资有关 都得格外留意 金融业动起来与政府警方联手 展现阻诈决心 新唐人亚的电视 直签离高建伦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彭博报道 美国国防部出手协助 英特尔已正式获得美国防部 三十五亿美元 约薪台币一千一百二十亿 先进晶片标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去年十月起 发起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强调中国厂商不公平的 从国家补贴中获益 过剩的产品充斥欧洲 并在今年六月起 对中国电动车开征临时净关税 九月二十五日 欧盟船将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加征关税的议案进行投票 马来西亚目标要在二零二九年前 提高马国晶片总贸易额的 全球占比一倍 除了既有的九万名相关人力之外 还急需六万名工程师 俄罗斯通膨高局不下 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 一口气调升四码至19% 分析师预期俄罗斯央行下个月 可能会进一步升息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继续来看到新光金控核并案 委托书大战已经敲响 新光金下午全面计发委托书 媒体报道 新光金大股东之一的林博翰 委托元大证券的征求委托书 而中信金也参与这次委托书之战 旗下据点在150家左右的中信银行 展开总动员 向新光金股东征求 而台信金董事长吴东亮也大举出手 台信金16号正式对外公告 委托书征求 征求通路包含联州、唐龙 以及全通等三大民间委托书通路 也找上富邦证券、华南永昌镇、康河镇 以及国票镇等大型券商权力一搏 金融业话题围绕新光金控核并案 上个星期 中信金提出公开收购补件申请 与新光金双龙抢猪 而主管机关金管会的态度是受到瞩目 今天银行局副局长佟正章 受访时提出三点声明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被媒体追问 台信金、中信金双龙抢猪白热化 台信金提高换股价码迎战 中信金送交补件 一连发出多项声明 强调与新光金合并 实陈明确 工具透明 主管机关态度究竟如何 那因为现在案件正在依照金控法进行审核当中 要进一步这个补充送件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会涉及到审查时程 那我们会在另外适当的时机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如果没有的话 依照相关时程的一个规定 应该是会在9月24号 是否准与中信金控公开收购 9月24号将做出定夺 不过外传 如果金管会要求中信金二度补件 9月24号就不会是金管会准驳的最后期限 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佟正章提出三点声明 除中信金补件正在审理中都有法源依据 最终如采用合议并购 采金融机构合并法审理 如走公开收购 则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进行审查 主管机关守中金融稳定 对案件持中立态度 法律本身是中信的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要一再的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 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不仅是主管机关的一个责任 相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也必须要有共同的责任与认知 不管是大股东 或者是公司的高阶经营人员 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维持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外传新光经大股东林博汉 多次放话 不满既有新兴病方案 甚至大买报纸广告版面 希望股东做出正确选择 随着时辰逼近 10月9日就是新光台新 两大公司临时股东会 将上演两大阵营拼搏戏码 新唐人亚特电视持千里 沈维同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上市会公司协会 举行第四届第五届理事长交接 由行政院长卓恩泰 担任兼交人 现场包含施政荣 蔡敏忠 吴东亮等多位产业大佬 都出席交接典礼 可奎也向在场的大老板喊话 替员工加薪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 富邦董作蔡敏忠 以及台新金总市长吴东亮 一枚董作高至上等产业大佬齐聚 周一 台湾上市会公司协会理事长交接 行政院长竹荣泰担任兼交人 今天上市上规的董事长在这里 你们还是可以手机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现在是长还是短 还是长多长 先关心一下 台湾股市的稳定发展 一直是政府在施政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只要延续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再加强ESC资源的导入 相信就能够是帮助我们的会员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 也能够迈向永续经营 新任协会的李坚士 新一房屋创办人周俊吉 接棒大连大董作黄伟祥 担任第五届台湾上市会公司 协会理事长 副理事长则由成约科技副董赖山贵 伪创自通副董黄伯团 以及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亦接任 召接仪式近180家上市会公司代表出席 卓榮泰趁着多位大老板在场 再次喊话替员工加薪 总统特别交代 我到每个场所都要讲一次 因为军公教人员明年加薪13% 最低公司也提高4.08% 拜托各位大老板 能够更照顾我们的员工 让员工更有效率为大家合作 一起把薪资往上提升 卓榮泰预告将在9月底或10月初 召开第二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 主题将围绕中小微企业振兴 青年发展等议题讨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好 但告今天的产业动态 热光投控洗手成功大学 在马来西亚签署国际人才 培育合作备忘录 培育下世代所需要的国际人才 外资调高面板双股平等级目标价 全创16号爆出超过19万张成交量 位居首位 另外友达排名第四 经济部表示 发明专利在整体申请案占比 约7成 当中以半导体技术为最大宗 占比来到14.5% 而劳动部公布无薪价人数较上期增加306人 以制造业为主 主要原因是外销订单减少 台湾西亚航空举办小刑法社会 执行长卓建华表示 客运市场朝着打国际杯目标前进 并聚焦策略目标市场 目前总共有29条航线 27个航点 未来还会增加新航点 将三管旗下的抢工市场 包括强化跨州转机市场 争取高收益旅客市场 以及布局航空货运市场 他并重申北美将会是西亚航空 未来积极布局的重心 台湾经济部9月底将召开 电价费率审议会决定10月的电价 而对此台电推演两种情境 一是立法院同意1000亿的追加预算拨补 而电价渴望动涨 另外如果是立法院没有通过追加 经济部将再次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 讨论台电财务 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 现在电价费率审议会外部委员已经过半 希望他们充分了解民生需求 做出正确决定 而经济部会遵照决议办理 阿根廷总统提交2025年预算案 全面削减预算赤字 下期新闻我们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汇丰新任执行长考虑重塑欧洲最大银行 新售时报 全球最大矿商必和必拓失禁 人工智慧成长将加剧铜矿短缺 另外华尔街日报 波音罢工加剧现金短缺 新任执行长救援任务难度增加 以及日本产经新闻 中国八月份消费级生产双双放缓 经济停滞加剧 好 但你关心阿根廷总统米雷一向国会提交2025年预算案 明年将要全面削减预算赤字 即便经济衰退 也无法阻止他兑现了财政纪律的承诺 不过目前米莱伊控制的国会席次不到15% 与反对党的政治冲突将进入新阶段 而这份预算案最终得看主导国会的反对派 是否批准通过 米莱伊誓言 如果总统否决权无法阻止反对党议员花钱 他将另找其他方法缩减政府开支 史上首次民间太空漫步完美落幕 SpaceX太空船返回地球 消息下我们带你了解 欢迎回来 方态巨头SpaceX的北极星黎明任务 首度完成人类史上第一次的民间太空漫步 解释为其五天的太空旅程 在距离地面737公里的太空 美国科技巨头 目前身家19亿美元的贾瑞德·艾萨克曼 在SpaceX的地面指挥中心的指导下 打开龙飞船的舱门走出太空船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太空漫步的民间个人 在艾萨克曼之前 实现太空漫步的都是国家队宇航员 艾萨克曼返回龙飞船后 SpaceX的30岁女工程师吉利斯也步出舱门 并两名宇航员 SpaceX工程师梅农和前空军雷鸟飞行员波提特 则留守舱内 他们这次主要任务是测试艾萨克曼参与开发的 SpaceX新型宇航服 这套服装将是SpaceX未来提供的 火星旅游等太空旅行的行头 必须确保在太空能够提供人体需要的氧气 温度 同时对眼睛和身体各个部位提供保护 9月10号 龙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发射场 由火箭输到距离地面1400公里的轨道 12号 太空漫步前 太空舱降低了高度 同时在舱内实现完全减压 今年5月接受采访时 埃萨克曼曾说 最担心的意外是遭陨石撞击 最危险的是减压 结果证明 四人组合幸运地没有遇到陨石 龙飞船也顺利实现了减压和增压 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凌晨3点37分 龙飞船顺利返回地球 降落在墨西哥湾佛罗里达州海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而在高明天9月17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台股A股中秋节休市 美国公布8月零售销售与工业生产数据 德国发布9月的经济景气指数 以及加国公布8月CPI 以上是9月16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是沈维彤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